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来动荡资产的时候匹配到一个鬼影 你们看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真是够荒凉的 小强也是把离岛的区域全都看了一遍 就只有一区有个人而已好无语啊 最近小强总是会遇到这种情况 整个营地就只有一个市场非常的孤独 看案子他也是快退游了 打算在这里怀念一下吧 他的家园也真是够荒凉的 连个房子都没有 农场也不种东西了 看来这是打算佛系的呀 小强也是通过地图了解到 这家园只有11集而已 我都不好意思拆在家了感觉有点欺负呢 算了反正也没什么好东西就不打倒这房主了 小强也是打算换个营地聚餐 没想到啊又是一个鬼影一个人都没有 看来现在人真的很喜欢独处在一个营地养老啊 那咱们过去看看这姑寡老人的家吧 这人居然还是个13庄的里面应该会有点好物质 我们把门拆掉进去里面看看吧 话说以后小强也这样养老的话感觉还挺不错的 有梦的时候又掉掉鱼啥的 强强就觉得很悠闲啊 这家金库也是特别简陋没什么装饰 柜子都在最后一层了赶紧把他们都给拆了吧 犯了密密麻麻的基本两三炮就可以拆光了 OK搞定成功攻破来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吧 没什么好物质养 马子倒是可以剪一下 小强也是好奇看了一下这家门牌 名词特别熟悉啊 这人不是在世界频道上骂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哥吗 小伙伴你们看这人一直在嘲讽根本没提过 他的介绍倒是挺文静的 和他的形象完全不符一样 按照他这火爆的性格知道小强拆了他的家 肯定很快就会赶回来的 我们就在这里忍忍他吧 难得不用担心被围欧 我也是挺想和他打一架的 哎呦这人一来就开腿真是够忙的呀 他的护甲很高 小强打到只有40亿的输出 可以可以实体和小强相当 看来是碰到对手了 大家都长血了绝对不能怂 要是退缩的话肯定会凉凉的 OK成功打到我们往后拉一下吧 要是被他的无人机给灭了 那会很尴尬的 他的小强担服装 我们不着急 等他起来再秒掉他 嘿嘿搞定真是够惊险的呀 我们紧急治疗一下就去桥上补补药吧 在他防止附近钢匠实在是太不利了 打到他就复活根本没完没了啊 哎呀小强刚不盲血又被他给偷袭了 没想到这人居然在桥狗守着失策了呀 我们回去补好状态再出去喝他瓶 我们出了桥后就要躲一下 加载肯定没那么快的 他肯定反应不过来 果然这人也是有点懵逼啊 完全不知道小强在哪 那我们直接先手输出把他也灭了吧 这人也是很烧一直在小强修所谓 来来来让你再见识一下小强高照的枪法 哎呀没想到最后被他的无人机给打倒了有点尴尬 他又在自救了 看来小强这波有点悬泪呀 本来我还以为要凉凉的 没想到被小鹰立网狂澜 最后也是成功解决他 真是够惊险的呀 物质也很不错 最后给了小强一个红瓶 之后我也是一直等他都不见他过来 看来他是被小强打出心理阴影了 不打算和我玩了 没办法那咱们自己回家去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了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